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片巨大的冰原之上 极地的科学考察工作是异常艰辛的 为了让极地科考人员在外出科考时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搭建兼顾实用的营地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罗鹏教授带领团队 希望设计一种环保冰屋 供极地科考队员临时居住 经过大量实验和数据分析 团队确定了以类似鸡蛋形状的翘体结构 作为冰屋的基础框架 但是用什么材质的冰 才能达到建造冰屋的强度要求 保证安全呢 科研团队发现 往冰里添加木屑 形成木屑复合冰 可以大大提高冰的强度 但是木屑颜色很深 在阳光下容易吸热 导致冰会融化得更快 于是有人提出 往冰里添加一种白色的 又细又长的纤维素 这种纤维素是建筑材料中常用的添加剂 可以增加建筑材料的粘合性和强度 它和木屑一样 能够提升冰的强度 白色纤维复合冰 解决了复合冰的吸热问题 强度也符合建筑标准 但罗鹏教授 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传统的纤维素 里面有很多的化学成分 那么这些化学成分 会干扰冰的结冰点 正常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纯水在零度就要进行冻结了 那么如果你往水里加入了盐 那么可能正常的加了盐的水 可以在零下17度还不能冻结 所以说那么加入其他的化学材料 也会改变这个冰冻结的温度 究竟什么材料 才是制作极地冰屋的最佳选择 2019年12月 哈尔滨的冬雪悄然而至 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 美丽的冰城顿时银庄素果 罗鹏看着校园里挨挨白雪 突然想到了一种材料 它像雪一样洁白轻盈 它就是纸 纸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卫生纸 面筋 面筋 打印纸 包装纸 画纸等等 无论生活用纸还是印刷用纸 所有纸制品的制作都离不开一样东西 纸浆 它是形成纸之前的这个纸的基础原料 那么它的纤维呢相对来讲纤维的长度是比较长的 同时呢它材料的这个量呢 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掌控 同时它的吸水性也很好 纸浆是以植物纤维作为原料 经过不同的加工方法 就可以制造出不同用途的纸制品 把纸浆添加在冰里 制作成纸浆复合冰 看看它的强度怎么样 为了测试纸浆复合冰的强度 设计团队分别用纯冰 纸浆复合冰和木屑复合冰 制作了三把同等大小的冰锤 在冰锤敲击下 铁钉被钉进木板 但是随着每一次的敲击 冰锤逐渐出现了碎裂 用木屑冰锤击翻桥机 铁钉逐渐被钉进木板 这印试了木屑复合冰的强度 已经接近建筑混凝土 但添加木屑的冰颜色深 吸热强 作为建冰屋的材料 已经被淘汰了 纸浆作为复合冰的添加材料 它的强度能比得上木屑冰吗 纸浆冰锤正在经受敲击实验的考验 通过敲击 科研人员惊喜地发现 纸浆冰锤的表现 甚至比木屑冰锤还要出色 在连续不断地对铁钉 进行了几十次敲击后 纸浆冰锤几乎没有出现碎裂的现象 这说明纸纤维对冰内部结构 起到了很好的拉拽作用 对于纸浆来讲 我们也比较过 比如说我这个纸浆加入的配比 从1%一直加到10% 我们都做过比较 原则上来讲 是它这个配比越高 它的这个冰的强度会更高 既然配比越高 强度越大 那我们干脆把纸浆的比例 增大到10% 这样制作出来的纸浆冰 是不是强度更大呢 但是呢 我们发现比如超过5%以后呢 操作起来有困难 就是它喷射的时候 有的时候经常会堵住 这个水龙头这个地方 冰屋的建造成 是要先用气体冲起一个 类似大气球的冲气膜 然后将加了纸浆的水 通过喷头 均匀地喷淋到冲气膜上 以冻结成冰 最终成型 在水中加入纸浆 虽然可以提升冰的强度 但纸浆加多了 必然会堵塞喷头 进而大大影响施工进度 研究团队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在保证纸浆复合冰强度的前提下 让喷林操作通畅 究竟在冰里加入多少比例的纸浆 是最合适的呢 咱们今天先来看看这个 不同配合比的这个复合冰 它的一个单轴克压的强度变化 那么这个是咱们给出了几条曲线 本来是给出了五条这个 一个是这个纯冰的 另外一个是1%的 这灰色的线是1%的 咱们要考虑这个结构安全性 加入1%之后的这个复合冰强度 要比纯冰要高得挺多的 看来是增强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2%这个也足够了 2%呢它就是能够达到 像我刚才说的就是 它能够达到比纯冰的强度能提高两倍多 设计思路确立了 材料也选好了 罗鹏团队即将要在学校的操场上 模拟建造一座极地冰屋 究竟它们能否成功呢 深夜的哈尔滨 气温可低至零下267摄氏度 团队把实验放在夜间进行 是因为低温可以大大加快 复合材料冻结成冰的速度 他们制作了一个冲气膜 向里面冲入气体 形成一个直径达到4.7米 高度2.8米的半球形 然后向冲气膜外表 喷林加了止浆的水 凝结成冰壳 直到冰壳达到10厘米后 再撤掉里面的冲气膜 这样一座冰屋已出去雏形了 行吧 一定要注意这个气压 它现在是500多三格 最高不能超过600 因为如果高的话 现在没成型 一旦大了 气球顶下了 我把那个形态顶刻 如果一旦小了 一样的 这个冰的高度没有上来 就会塌下来 先就这个 来控制它档板 进风量 好 这个一定要顶好 充气膜的气压稳定至关重要 团队成员紧紧地盯住气压 必保充气膜不发生任何形变 另一头 负责制作复合冰材料的同学 也正在加快进度 用搅拌气浆纸浆 尽可能地打碎 以便让纸浆纤维均匀地 分布在水中 小哥 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的 别走 先别走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我再看一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说走再走 别着急 分别液体的浓度 对冰壳形成很关键 只将浓度过低 会影响只将复合冰的强度 只将浓度过高 又会堵住喷林头 第一次喷林进行到一半 问题出现了 不行了不行了 这堵了 你看 这全是纸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罗鹏教授 正带着团队 在学校的操场上 模拟建造一座极地冰屋 他们需要用填充了纸浆的水 喷林成冰 可喷林到一半时 遇到了问题 不行了 不行了 这堵了 你看 这全是纸 都给糊涩了 就是它这个纸搅拌得不均匀 浓度在大块的纸 就把整个的这个 这箱头都堵住了 你就喷不出去了 在实验室里 研究团队制定了 纸浆浆2%的施工标准 这个比例能保证 只将冰强度 又不易造成喷头堵塞 但现实操作中 喷林并不顺利 只将堵住了喷林头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实验室是要纸浆 能够最大限度的 与水相溶 实际施工的时候 这样理想的溶解度 很难达到 团队决定略微降低 纸浆浆度 加大浸泡时间 以及搅拌力度 一番调整之后 只将毒管的情况逃转了 低温的作用 充气膜上的冰窍 以聚雏形 稍微我们给人的压力 就有烈纹 那如果这个气压今天不稳 气球整个扁了 这个冰窍就碎了 我们今天回去白干了 虽然裂了 但是没掉下来 这个就是咱们加纸的作用 它里面有这个纤维了 就像这个汽车的玻璃一样 所以今天晚上特别关键 大家一定把气压一定看好 然后今天尽量多喷几遍 今天第一晚上如果干好 后面就相对好干 第一天喷林结束后 冰层的厚度达到两厘米 此刻的冰屋正处在最为脆弱的时候 在温度恒定的情况下 喷林出的只将混合液体逐渐冻结 十厘米厚的冰窍 喷林时间大约需要三十个小时 但是白天温度较高 喷林出的只将混合液 不容易结冰 研究团队只能等到 液力温度较低的时候 完成每天的喷林任务 这样实验要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完成 整个喷林期间 团队成员要持续监控气压 昼夜守护快要成型的冰窍 气压的稳定 对冰窍的形成至关重要 这边上 行 超过五公分 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那下边就再厚一点 那到十公分 然后让它保持上边薄下边厚 好 近一周的喷林工作 冰窍厚度达到了 事先计划的十厘米 但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步骤 才是对这项冰窍工程的最大考验 其中的一个节点 就是我们把那个膜撤掉 那只有这个膜撤掉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由这个气膜来支撑 变成冰窍自支撑的这个时候 转化成冰窍自支撑的时候 这个过程 第一个是最危险的 第二个也就是成败的关键 伴随着股风机的关闭 冲气膜慢慢塌陷 中国第一座 复合冰材料冰窍建筑 终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里 平安落成 屋内部 没有一根立柱 没有雪砖 只用翘体结构 就支撑起一个大房间 夜幕降临 当灯光在冰屋的内部点亮 整个冰屋呈现出明亮通透的效果 整个团队都在为实验的成功落地 感到兴奋 但作为团队带头人 罗鹏教授 却有了新的忧虑 比如说安全性 除了安全以外 内部空间环境的舒适性 又是什么样 人在里面的主观体验是什么样 主观体验是很舒服 还是相对来讲很难受很糟 那么这个里面又产生了一个很多新的问题 极地科考的临时营地 科考人员要在里面生火做饭 还要用取暖设备 当这些热量在一定的空间内聚集时 冰屋能够承受住吗 会不会出现融化 甚至垮塌呢 这个条件肯定是大的 我们不要说垮塌那么危险情况 那么如果说这个上面出现了一道裂缝 对人的心里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设计团队要想用新型的极地冰屋 来代替传统集装箱营地 必须解决极地冰屋取暖散热问题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为保证冰屋在南极能安全使用 团队决心加大 挑战的难度 第36届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向组委会递交了一份 看似疯狂的设计方案 他们希望在这届冰雪节上 建造一座能在里面吃火锅的冰屋 在冰屋里煮火锅 火一直燃烧着 红油一直沸腾着 蒸汽一直往上窜着 如此巨大的热量与一座冰屋相遇 冰屋会不会融化呢 创新进行时 下期继续揭秘